文貴先生 李宗盛 郭文貴先生 詞・文貴先生 李宗盛 郭文貴先生 詞・文貴先生 李宗盛 郭文貴先生 詞・文貴先生 今天我們主要給大家介紹一下 有關的骨骼檢查 當然也包括牙齒 我們講法醫人類血管的哪些範疇呢 就是一個去了皮 去了肉 去了筋 剩下的東西就歸法醫人類血管 所以剩下什麼呢 剩下就是骨頭和牙齒了 那麼我們講骨頭和牙齒 特別是牙齒是人體最堅硬的一個組織 相對腐敗還是比較緩慢的 相比內臟器官還有肌肉 骨骼還是比較可以長期的保存這麼一個狀態 那麼我們講案件當中要進行骨骼啦 牙齒的鑑定 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無非呢就是說有的屍體 你從外觀上根本分不出性別的時候 就像我們前兩天下門一輛公共汽車又一燒 燒了以後能辨認屍體的家屬來辨認 那不能辨認的家屬看了也不知道哪個是誰 他們家的孩子或者他們家的老人 那這只有通過又只能通過DNA 所以呢這是就是說當不能辨認屍體的時候 當然了我們講法醫出檢的時候 你通過骨骼你也要回答一個問題 首先這具屍體是男的還是女的 所以我們講骨骼和牙齒的檢驗呢 主要回答主要是三個問題 一個是男的是女的這首先是一個 第二個他的年齡段實在是年輕的還是年長的 第三個你要回答就是說這個人的身高大致在什麼 所以你把這三個星鞋給偵察員的時候 那偵察員就可以有方向可以去偵察了 如果你提供的這三個星鞋是錯誤的 那偵察肯定是找不著北的了 有的時候你提供了性別的差異 這個地區當中最近就沒有射中的人 比方說是個女性射中 隨家也沒報導 或者周邊地區調查下來沒有射中的人 那麼當然了 所以呢我們講你如果信息提供錯了 那個偵察的方向就可能會發生一些錯 那麼這是一個那麼我們講 還有呢要提供一個年齡段 那麼所以往往法醫給偵察員三個信息以後 那偵察員就有就朝這個三個方向去找 提供一個男性是40歲左右 40歲或者到45歲 或者哪怕你說40歲到50歲之間 那麼身高大概有多少 那麼是男性這些 那麼偵察員就會調查 常住人口當中 這個年齡段的男性情況怎麼樣 還有呢就是比如說外來人口當中的情況怎麼樣 特別是一個身高有時候也會提示一類的 我們記得我們有個學生在寧波市公安局 他那時候就碰到山裡面有一具屍體 已經白骨化了 沒什麼軟組織 後來呢他就對谷歌檢查了以後 他就提供了給偵察員男性 年齡在40到45歲左右 身高不高 身高只有說是1米65左右 那麼偵察員就想了1米65 這個人倒是蠻矮的 那麼他想了想哪些地方呢 那本地人可能啊 調查一下這麼身高的人有多少 後來他就考慮到 這種被害呢 往往可能是外來人員 也有可能是那個生意上的往來啊等等 後來他就想著這個1米65的人 他就考慮一個是廣東人 一個是福建人 這兩個地方的人比較愛 而且他又一想呢 哎呀這兩個地方的人還特別會做生意 所以生意上的糾葛或者 至少給你提供這些信息 然後呢 最後呢還是 呃 叫什麼 除了 結果他們一調查 說有兩個福建人都不見了 哎 這就是給偵察員那個了 所以後來呢 另外一個 找到了 他們也是做生意了 那抓到 找到他以後呢 心理的底線啊 他因為 畢竟你是犯了罪 他然後 公安局一找到他 他很很快就坦白了 因為生意上往來和他接仇以後 可能欠了一些債 那麼就給他 騙到他山裡面 就給他就是 致死了 那麼已經 始終有一段時間 就是 所以我們講就是 你偵察員一定要提供一個信息 是比較可靠 有時候年齡段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講 估算年齡的話 我為什麼剛才會說 40歲到50歲 有的時候 骨骼 頭一路上觀察的年齡和骨 此故聯合面 觀察的年齡都不一樣 所以年齡正負 五歲的話 都還算是可以的了 就是說你要說精確到什麼 判斷正負兩歲 這個水平要很高了 所以有時候 屍體看年齡的話 真的會看走眼 因為我們也看到過 那個叫什麼 一男一女 被那個土房車壓了 撞到有了死了 那個損壞比較多 我們看了以後 我還覺得可能年齡很比較大的 其實這一男一女 都是那個大三還不是大四的學生 很小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一看 是不是覺得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 屍體年齡判斷會有些偏差 就是一般來說 都比實際年齡要大 所以我們這裡來看一下 就是有關那個法醫人類學當中 那麼 那麼人類學它起源於希臘語 這個 安斯洛普斯和Loges 人和科學 那麼它主要是一門研究人類 本身的一個這麼一個科學 研究人類的一個體質特徵 一個是類型以及它的一個變化規律 那麼人類學一定會把人體的一個體質 要和文化結合起來 所以這是人類學的範疇很大的 那麼法醫人類學呢 僅僅是能利用人類學的理論和基礎 那麼來解決 涉及到法律方面問題的 這個應用學科 那麼我們講它有廣義和狭義的 狭義的就是體質人類學 就是研究人的體質的 廣義的話呢 除了要研究人的體質以外 它還要把那個人類社會啊文化結合起來 那麼人類學當中又涉及到 什麼考古學啦 古生物學啊 民族學啊 宗教學等等 還涉及到優生學 那麼風類有這幾類 那麼法醫人類學是應用人類學當中的一種 所以這是一個給大家介紹一下 人類學的一個範疇啊 那麼古人類學 那麼我們講現在目前來說呢 都在有分年代來分嘛 古和經 古代的話它是探索的人類起源 發展規律 那麼早期的人類的一個生產活動 等等 那麼這就涉及到古埃及金字塔的建造問題啊 人類的起源到底在何地啊 在非洲 亞洲 括號 那個澳洲和美洲沒有高等 普魯內的化石 所以認為起源可能還在非洲和亞洲 那麼這裡呢我們就看看法醫人類學 那麼應用人類學除了要涉及到那個就是他說了 用到公安司法的時候就有用法醫人類學 那麼我們講人類學的話它主要是研究並解決國民經濟的 所以國民經濟的好壞也是取決於人 所以還涉及到衛生體育等領域 那麼法醫人類學呢就是應用人類學當中的一種 那麼來研究解決法律下的制定啊 偵查啊等等 那麼這就涉及到判斷 涉及到一個人的種族啊 性別年齡身高以及面貌特徵等 所以年齡的話在法律上有時候制定也是很 年齡的判斷很重要的 兩個人敏感的年齡 一個是什麽 14歲 一個16歲 還有三個 還有一個18歲 所以這 因為這個涉及到它該負多少行事責任 就是行為能力的問題 那麼這是說的古代的 古代就有古度篇 但是你們現在學的 沒學古代的 都是學的什麽 西方的解剖學 所以西方是西醫是比較 早的建立一個人體測量學的 那麼法醫人類學的經典是指法醫古學 那麼我們講法醫古學 古學就是骨頭和牙齒 就兩個 那麼這裡呢就是說 我剛才說的回答主要三個問題 年齡 首先回答性別 第二個回答年齡 第三身高 但是有些案件還是要涉及到 它的任務要確定什麽 谷歌路途時間啊 推斷的死亡年月啊等等 還有時候會涉及到 谷歌的種類 這是主要我們剛才說過的這三個 那麼有時候對毀容的時期 還要進行各體識別 那麼根據乳骨來進行聲援的認定 所以這個路途時間的推斷 還有骨骼一個種類的推斷 那麼如果看到骨骼以後 首先你看看是不是骨骼 如果判斷是骨骼 那是人的還是動物的 所以骨骼的呢就涉及到這些 那麼人種呢骨骼來判斷比較困難 還有民主的這個鑑定都是比較困難的 還有骨骼有沒有先天性的便宜 或者病例性的改變 所以這一些 那麼同樣的牙齒的檢驗裡面 也是要確定一個牙味的一個確定 那麼通過牙齒是不是能判斷性別 這個是比較困難一點 那麼年齡可以來判斷 因為牙齒呢年齡判斷 通過牙齒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檢裁 那麼推斷折夜啊 或者推斷一個生活習慣等等 還有呢可能牙齒當中 還會反映出一些疾病 有沒有中毒 有時候你中毒了以後 在牙齒當中也會反映出來 那麼這是它的研究方法 我們講骨頭牙齒放在你的面前 主要是觀察測量或者進行統計 也可以通過組織學的方法 其實當然現在應該後面加第三點了 那就是通過什麼 通過生物學的檢驗 所以骨骼的話一旦都可以用 現在報導大概能檢測成就骨骼裡面 做DNA檢驗的最長的報導 已經報導八年前的骨骼 這個還能做DNA 所以因為有了這個報導 有的人挖出來的骨骼以後呢 那時間太長的話那不行 有的埋了三十年或者是什麼祖縫 挖出來以後要嫩 那就比較困難 對吧 這裡呢就簡單介紹一下這個種族和民族 種族是以什麼來封 是以體質形態來分 民族呢它不是以體質形態來分 而是以語言呢它的生活地域 習慣經濟生活以及共同的一個歷史經歷來的 那麼世界上分為白種 黃種黑種人 所以這三代類 那麼白種人又稱為高加索或者是俄羅巴 那麼我們黃種人呢 往往稱蒙古人種或者亞美人種 那黑人的名字最多了 你看看有那麼多 什麼紅的、中的、尼格羅的、黑的、什麼車道的 比較多 那麼這三種人種當中 哪一種人種的人數最多呢 說白種人最多的人舉舉手看 知道吧這三種人 現在我問一下白種人最多的 有沒有人認為是白種人最多的 你們班有沒有人舉手啊 沒有人 那黃種人最多的呢 認為黃種人最多的有人舉手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 那麼認為黑種人最多的呢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 那不舉手的你認為什麼人最多了 那這A、B、C你如果要選的呢 那麼你這三種人當中 因為一般的認識都認為黃種人最多 好多班都是這樣 但是你去查一下的話 會告訴你是白種人最多 所以有人說 不對啊 怎麼 因為他把印度人 歸到白種人裡面去 知道吧 那這就 那這就 那有的說 哇 印度人把它歸到白種 對 那麼這 其實印度人不白 真的是印度人不白 印度人 解放前的話 在上海這個地區 就 就 有好多印度人也過來的 印度人 那地方好熱 四色度 其實那地方人長得挺黑的 但是他的那個體質特徵 眼睛比我們怎麼樣 大 鼻子比我們高 那個 嘴巴也比我們大一點 就是這個 他的臉型 那個是 跟我們黃種人還是不一樣 所以一般同學都會認為 我們黃種人是最多的 其實呢 現在白種人最多了 那麼我們講骨骼你要做檢查的話 首先要有發現 那麼 那麼場所有森內和森外 森內相對比較簡單 那麼森外呢 比較複雜一些 那麼在大城市當中 要碰到一具白骨化的屍骨 比較少 很少 就是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報導說 因為我們講大城市 哪怕再偏僻的地方 總會還是會被 被發現的 我記得我們做過一個案子 就是在一個郊區的一個工廠裡 一個人上吊死了 那上吊死了以後 因為這個偏僻它那個那個 不是工廠 是一個像倉庫一樣的 但是倉庫總共幾個月以後 還是可以去的 結果大概要 大概要幾個半年左右被發現 但是還沒有完全白骨化 所以一般來說 城市當中要白骨化比較少 還有前幾年也有報導的 就是那些獨居的人 在自己的家裡面死亡了 死亡以後呢 鄰居走上走進走出 就聞到臭味 但是都沒有意識到 後來好像據報導最長的 一個老太太死了 在家裡大概被快 快一年的時候才被發現 所以這是很 那當然後來也有報導 總共是聞到臭 就只要警惕性好一點的 那就報案 或者查找那個臭味的這個來源 所以那個老太太獨居以後啊 她進去以後 那房間真是好臭好臭 而且它裡面那個叫什麼 因為她獨居她那個平時 垃圾啊怎麼都不倒掉的 就是她買店盒飯吃了就放那邊 沒吃剩下的都放在那邊 然後慢慢她就知道什麼 故事 法醫後來做了檢驗說 死亡快要一年了 所以那個叫什麼 那麼這個 屍體的一個腐敗的問題呢 還跟你的一個體質也有 那就是體質也有 以前也有一個 蘇聯老太太 那時候蘇聯那個 那個專家在中國比較多 那個蘇聯老太太死了 但是蘇聯老太太好胖好胖 那產生的腐敗氣體啊特別多 所以鄰居一聞就聞到了 那麼而且呢 我們講這個 腐敗氣體跟風向還有關 一會兒這邊的鄰居聞得到 風朝這邊刮 一會兒呢風朝那邊刮 那邊又聞到了 最後還是報案以後 就是說看那個是高度腐敗的一個巨屍體 那麼這個呢 現場那個設計 主要是看看有沒有昆蟲屍體 這個呢就是 對你推斷這個死亡的時間 那麼其實呢 也還有一門分支學科 稱為法醫昆蟲學 那麼是請昆蟲學家來研究 就是昆蟲在它的一個演變過程 那麼你看到屍體旁看到一些昆蟲的一些 那個是 就是還是軟啊 還是已經變成庸啦 或者已經更進一步了 所以這個呢就是它這個來主要了解 那麼當然還可以從屍體上看看有沒有傷痕的情況 有沒有動物的咬痕啊破壞的 這裡呢就介紹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骨骼的種類 它就說呢 那麼我們講我們學醫的 對人體骨骼還是比較熟悉 對吧 大家解剖學 那些系統解剖學也好 局部解剖學都上了 所以你對人的骨骼從頭到腳 那麼整個一個排列順序 我們想我們學過醫的人 不會把大腿骨搬到上肢來 對吧 這個是 所以它一定呢是 如果是完整的骨骼 那就按照解剖學的關係來排列組合 那麼動物的骨頭 那麼一般來說我們講 還是有明顯區別 有的我不知道有的人喜歡什麼 家裡面掛一個羊頭 或者你到旅遊點去一看 這是羊的頭 不會一看這是人的頭 對吧 羊頭和人頭還是看得分得清的 所以這裡面就講了這個 但是人的腦爐是大於面爐 這一點呢你們就去觀察大猩猩 那是最典型的 大猩猩的腦爐不發達 它的面爐特別發達 它的面骨特別大 但是我們講一般來說 腦爐發達的 腦組織多 人比較聰明 但是大猩猩也是蠻吃蠻 也是很聰明的 所以動物 還說動物的頭有點成三角形 那這個是誇張了 好像也沒覺得大猩猩是個三角形的頭吧 那麼主要是看下核骨 大猩猩的下核骨特別發達 我們人的下核骨就慢慢是退化了 那麼主要是跟 就是幾千年以來人的一個飲食的慢慢習慣 那以後越吃越精細的話 那下核會越來越不發達 那麼主要是觀察一下鼻子啊 相對來說 人的鼻框和鼻樑要比動物的高 那大猩猩的鼻子呢 比較寬 比較什麼 扁吧 不高 那麼眼眶的這個位置結構等等 所以呢可以通過就是說 一般來說是能封 如骨的動物和人的 到有時候碰到幾個脊椎骨 倒是有點困難 給你幾個胸椎啊或者腰椎 那麼這些是動物的還是人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整體的完整的那肯定好分 就是比較小一點的 就給你幾個睡的 給你一根人的肋骨 再給你一根動物的肋骨 讓你看看 這就比較有點難了 那麼這裡呢也涉及到胸骨 人和胸骨 當然這些都可以來判斷 那麼最可以判斷的是牙齒 那麼我們人的牙齒 大家每人都有 都有 那麼你的牌力 你的情況 那有的人養動物啊 那狗有幾顆牙齒啊 有人養動物啊 有知道吧 貓有幾顆牙齒啊 那麼星星有的時候 那咱們就只能從動物園 很遠地觀察還沒有 所以呢就是說牙齒 我們就看人的牙齒 牌力是最整齊 比較緊密 你別看大老虎 老虎沒幾顆牙齒 但是牠蠻厲害的 對吧 那麼我們的牙冠與牙根 比較相等 切牙比較小 那麼 臨場類呢 動物和人有點相似的 但是牠的切牙是比較大 所以這些 那麼食草類的 那麼就像馬啊 牛啊這些 牠的切牙大 但是牙冠很短 短短的 牙根很長 那麼食肉類動物我們講的 牠的這個牙齒啊 像個劈手型的 所以肩牙 又大又肩 我們稱為老虎牙 但是也有人說 有的人也長著老虎牙 只是牠有點像 叫牠老虎牙 對吧 所以我們講這個牙齒的話呢 就是人跟動物的 還是區別比較大 另外呢 動物和人的話 還有一個說是骨盆型 才學的一個間別 人的骨盆成一個盆狀 動物那麼狹而長 還有呢 說 人的骨盆有男女區別 動物的骨盆 雌雄沒有區別 這一點我也沒那麼理解 人的骨盆 為什麼要有區別呢 男性女性 那主要是生產 女性要生孩子生育 這個動物的 那個叫什麼 麻 那個 他這個 那個叫什麼 或者是 猩猩 這個他為什麼就沒有 雄性的猩猩又不用生產 這個雌性的才生產 他的骨盆為什麼就會沒有區別呢 這個 這個有興趣 你們可以上網查查看 有沒有專能研究這方面 那麼當然了 骨盆來說 就是說 組織學方面 動物和人的還是有明顯區別的 從哈佛斯館和郭板城的排列 以及骨單位的分界來看 人和動物正好是有點都相反的 所以呢 人的骨骼和動物的骨骼 這骨組織學不一樣 這骨組織學不一樣的話 這人的骨骼堅硬呢 還是動物的骨骼堅硬啊 這個問題有沒有人考慮過呀 當然我們以 猩猩跟我們來比 後來有的同學就想 哎呦我 你打得過猩猩吧 想想打不過 我大概沒有太厲害了 當然了骨骼的堅硬情況 還是跟你的一個營養特徵啊 你的一個勞動 體力勞動啊等等 都有環境影響 就是外周環境影響 但是它形態學是不一樣的 就是說 形態學上的不一樣 會不會造成這兩種的耐受的程度 是不一樣 就是骨的一個硬度啊 脆性啊等等 所以我們講 人骨和動物骨 一種就用生物學的來鑑定 所以這是 可以從生物學骨骼的DNA序律來測定 因為它這個DNA序律是指針對人的 就是對動物的話是沒有 不能進行檢測的 是吧 這是 那邊 只有一半 這是一張圖 就是說 我們說人和動物的 那這給你看這兩張照片嘛 這肯定是一個是人的 一個是動物的 那麼大家看看 這個是人的吧 有人搖頭 那那邊呢 沒 那 那個一 這還是 這是人的 這個是動物的 那麼動物的呢 因為那 動物的倒是大拇指 這個大拇指短 那個四個 五個都差不多 那麼這是什麼動物呢 跟我們長得這麼像 有的說星星 有可能 倒是不是星星 熊 熊呢 跟我們 熊的 你不要看熊長很值錢的 對吧 一樣的 這是一個竹 那麼一個是人的竹 一個是熊的 所以動物有時候就骨頭給你的 真的是 有時候區分不出來的 所以這是給大家看一下兩張照片 那麼這個呢 我們也不去介紹了 就是有時候災難性現場 到底死了多少人 所以是一個人的骨頭 還是多個人的 所以這是 比較 記得大概在03年的時候 在浙江 林安那邊山區 一下子發現好多事故 那個案子 報上也登了 然後 很多事故 一開始 考慮會不會是個動物的 但是報案以後 警察去了 那個還是覺得是人的 那麼也特地請了 好像是 北京大學一個人類學專家 他跑去看了 他說他認為 全部是人的 那麼 後來打包 就是把那些骨頭都 那麼一會兒說 打包打了大概兩 兩百分吧 那就是一下子 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 那麼當然這個數字 不確切 不是官方 就是警方公佈的 警方沒有公佈 所以都是 這個新聞記者去看了 他看清楚 沒看清楚 他一會兒報 一開始報一百多 打包的 也有報兩百多封的 那麼最後說 把這些骨頭 全都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去做 去檢驗 好 這個這件事報道了以後 就再也沒下文了 就沒 沒再看見報道 所以這是一個 有時候呢 太多了你倒是 真的是封不清 就像我們說的 南京大那個叫什麼 萬人坑 萬人坑萬人坑 萬人坑 一萬二人叫萬人坑 十萬個人也叫萬人坑 兩萬三萬也叫萬人坑 這萬人坑裡面 到底有多少事部 萬人坑裡面到底有多少 有的那個文獻 就是記錄說 包到十萬個 所以日本人有事 一開始有的日本專家 他懂啊 你說萬人坑 他就一萬個人的 但是我們說這個萬人坑 可能是十萬個人的 這裡呢有一個 大家給大家介紹一個 叫眼耳平面 耳眼平面 應該稱眼耳平面 比較好 比較順 那麼又稱法蘭克夫平面 3.1面 哪三個點 左右 耳門上點 和左側框下點 確定的這個平面 這是固定乳骨的 那麼人 那眼耳平面就是 兩眼平視的這個平面 所以這兩眼平視平面 的時候這個頭顱啊 高度是最高的 你量身長 身高的時候 你把頭抬得再高 也不是你最身高的 你把頭低 有的人呢 覺得我想量高一點 是不是把頭抬高了 就高一點了 兩眼平視 你的身高是最高的 那麼我們講這個 骨骼在性 就是說男女之間差別當中 其實最大差別的應該是骨盆 我們等會兒會說 那麼除了骨盆以外 還有個顱骨 顱骨男女性別差別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骨骨 這是男性的 這是女性的 那麼有好多觀察項目 那麼可以看一下 一般來說 從整體來觀察 男性的骨骨都是比較大 比較重 有比較厚 還有說表面比較粗糙 另外呢 一個肌線比較明顯 就是頭顱上面一些肌線很明顯 所以這是男性的一個特點 整個女性呢說比較小 骨子比較輕也比較薄 表面呢 顱骨是比較光滑的 但是我們的那些標本啊 不行了 我們這些標本呢 頭顱 經過快十年的這個摸呀摸 摸的頭顱都很光了 所以這個給大家學生用 每一屆學生都來摸一摸涼涼 這個就比較光滑了 那麼乳容量的問題 男性呢比較大 1400毫升以上 那麼女性相對比較少 但這個不是絕對的 所以我一定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呢 就是指標 一些測量指標當中 一定會存在這麼一個現象 男性的女性的 總有一小部分的男性女性是什麼 重點的 就是他們是數字兵 就是在這個方 所以我說男性的頭顱大 女性的頭顱小 你不能去舉一個 哎呦不對 我們幫某某男生頭很小的 我們幫某某女生頭長得好大的 所以這是 所以這是他們這 就是這一部分 最難判斷的就是這一部分 對吧 所以這是一個 那麼乳容量 那麼男性和女性差異 比較大的一個呢 就在鵝骨 這個鵝骨是有很大差異的 那麼我們去看一下 描寫男性的就是一個 鵝鱗是向後傾斜度大 鵝接接不明顯 那麼這就是所謂 我們想好多會形容 或者你們以後有機會 我不知道 男老師來上課的時候 特別上了一點年齡 頭髮有點脫的 那麼往往 他這個頭就是我們稱為 這個叫什麼 大包頭 他的鵝骨 是這麼樣的 這個鞋向上的 請先注意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女性的鵝頭 是這樣的 沒有 而女性鵝骨是側面觀 這是側面觀 我畫的誇張一點 就是這個鵝接接很明顯 兩個鵝接接很明顯的 所以呢 我們講這個鵝骨的區別 會不會與這個脫髮有關 這個 為什麼女性很少有脫髮的 那個男性的話 你去看看有些臨床 專家也好 40歲 50歲 那個 那一塊鵝骨圓圓的 斜的 這個鵝骨上面 一根頭髮也沒了 所以這個鵝骨是很明顯的 那麼鵝骨那肯定是也是一個 一般來說呢 比較明顯 除了鵝骨以外呢 比更點 那麼比較明顯的是一個眼眶 眼眶的話 男性的眼眶很頓的 你周邊一圈摸一下很頓 女性的話呢 是比較累的 所以以前我們聽803的一個法醫 他說有一次他們出去到那個鄉下去 看那個屍骨 哦呦 那個一般來說也是的 你看有哪個醫院 每家醫院都把那個太平間 放在陰暗角落裡面 最差的那個地方就是太平間 當然現在有時候造 實在沒地方造了 我去過浦東人際醫院 他的太平間放在地下室 停車庫邊上 就外面就是停了好多車 他在裡面放了那個地紋冰箱 那麼一樣的他們那個公安局也是 把那個驗屍房或者是法醫師那個 放到最角落裡面 又耳又那個燈光又不好 所以有一次他們去看那個 叫他們去看那個屍骨 要發生那個白骨化的 然後他去看那個晚上去看 看也看不清楚 那麼後來那個法醫他說 本來應該光線好的情況下 我們那個觀察 後來他就只看 就只摸那個叫什麼眼眶 他摸了以後很頓的 很那個他就 再看看其他一些湄公的情況 路透的情況 他就判斷是個男性的 後來這個案件呢也是 後來那個破 爭破了 是找到了是個男性被害的 所以那個他們有時候 那個其他法醫說 他說上海來的法醫水平高呀 他閉著眼睛摸就摸得出來 其實他說光線也不好 我就你摸這個頓和內 你不能有給你先 你乾脆眼睛不看摸一下 你心裡有這種感受 如果你先看了覺得這個是頓的 你摸的時候會覺得這是頓頓的 所以我們講有時候你摸的時候 剛才眼睛閉著你感覺這是頓還是銳 所以這是眼眶呢是比較 就是比較一個框上緣比較頓的 那麼形態他說有類方形 位置比較低 它有點類圓形 也比較什麼高大等等 這裡是一個全宮 比較粗 那個女性的全宮 比較細比較活絡 那麼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就是那個魯兔 魯兔的話男性比較發達 女性很少有很發達的魯兔 自己摸一下女性沒什麼 男性發達的魯兔的話 我有時候觀察 有的人講話的時候 或者吃飯的時候 這個魯兔都很明顯一動一動的 因為夏河谷在動嘛 所以這個魯兔是 那麼金兔也可以看 因為金兔往往有的標本都比較謙虛 就掉了沒了 那麼整個出籠這些 那麼整個大孔 對吧 那麼下河體 下河體呢 一個呢 相對來說 它呢比較高 一個呢比較低 還有呢 這個 那個 那個 害部 害肌肌 下河肢等等 所以男性普遍的就是 骨質比較厚 或者高度比較寬 比較高等等 那麼下河腳 這裡呢 特別還要提一個 它的下河腳比較小 一般是小於123度 所以呢 男性的下河腳 特別在年紀輕的 青少年的時候 可以接近什麼 接近100度 100度的話呢 我們就會形容這個人長著一個什麼臉啊 國字臉 那國字臉 那到90度那不對了 太厲害了 一般呢 也就是100度這樣 所以 這個下河腳就比較小 很少有人形容女性長著一個國字臉吧 那女性角度這個比較大 下河腳比較大 所以呢 這是 書上也有介紹男性和女性骨骼的一個區別 那麼其實 男女區別最大的骨骼觀察 應該觀察哪個一個標本啊 就是骨盆 骨盆男女區別是最大的 所以呢 也是從一般形狀來分析 中歸 所以我們以前我們在實習的時候 在醫院裡實習 醫院裡病房裡不是有稱體重的嗎 我們有時候一開始我 大家同學當中 看上去這男同學 比較瘦小 高度嘛 所謂比女同學高一點 但是女同學看起來比較胖 哎 分量體重稱出來還是一個男性的重 女性的什麼 相對比較輕 所以你從外觀看 你顧算的話有時候不對 所以它主要是男性的骨折比較重 所以它從骨折方面來看 還有骨盆壁比較肥厚 就是前行 那麼所謂骨盆就有一個入口和一個出口 所以入口和出口就不一樣 那麼女性肯定要寬大 這主要是她合生產 但是我剛才說了 就有的女性長著一個什麼 漏斗型骨盆 你們婦產科上肯定會說的 像這種女後懷孕的話 她只能什麼 破腹長 不能順產 因為她下口比較小 出口比較小 出口比較小 那麼膨腔 那麼做骨大器杰也是有區別的 如果兩個骨盆點心的就不一樣 做骨器杰也不一樣 而狀面它呢比較大 涉及到三個底椎 它呢比較小 你把兩個底椎或者2.5個底椎 寬臼有點朝向也不一樣 那麼齒骨聯合面的高度 角度呢比較小 骨盆比較寬大嘛 它的齒骨 齒骨角就大 所以那麼相對齒骨聯合的這個高度也比較低 還有壁孔 它大 暖顏型的 它比較小 有點類似於三角形的 那麼卡翼 就是那個卡骨的翼呢 它是一個漏斗狀況 所以它比較垂直 而且這個卡翼呢比較厚一點 它的這個水平比較薄一點 所以呢骨盆典型的肯定很好封 就怕有時候不是很典型的時候 也是有些困難 我們還有個標本 因為是解剖教員組他們以前整理出來的 那麼整理了以後我們問他們就是調過來 然後我們有個同學就看了這個骨盆 後來他說老師不對 這個骨盆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 我說這是組裝的 那個真實人當中沒有一半 所以他看了半天 他說好像這個骨盆不對 這邊看像個男的 那邊一半像個 他說大概是你 我說這個骨盆就本來就拼裝起來的 所以這個是拼裝起來的一個骨盆 好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 好 那我們休息一會兒 先我再講一下 恍我小時候